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现在继续来谈 这一个 状态的模式 那我们也一样 想透过这个Android的框架 来 让各位呢熟悉 这个 状态模式的一种运用 就是我们想把这个状态模式呢 大家可以来看看 他怎么应用在这个Android的框架里头 那么我们这边 首先呢要来 注意一个重要的 事情呢 就是 在Android的画面 变化中 我们怎么找出他的状态 以及呢 他的这一个促使他 引发他 转移的 这个事件呢 这是大家最常提出的问题 也就是说 状态到底是 怎么决定的 比如说 我们 看到这个电梯 那么电梯到底有几个状态 这个是见仁见智的 OK 所以我们说 一个系统的状态变化 啊 啊 就是到底有哪几个状态 并不是他本质的 而是人去看他的 就是人给他的观点 是吧 所以因人而异 见仁见智 那从不同的观点可以看到不同的状态 以及 以及他的变化 所以呢 在这边我举的例子就是 啊 请你想一想嘛 电梯的状态到底有 几个 啊 你可以说 升降中 停止中 啊 那两种状态 也可以说 我停在一楼二楼三楼 也可以说 我是正常运营中 一个是故障中 OK 一个是 门关着的 一个是门开着的 啊 那 这个 状态呢 都没有错 所以这里说 以上的看法呢 通通没有错 重要的是 啊 必须为不同的场合跟目的 而挑选最适当的 状态设计 所以这个状态是人设计出来的 并不是他与生寄来的 我这里的非本质性的意思就是 并不是系统与生寄来的 所以以上的三个观点 都是针对MT这个对象 啊 做出不同的设计 同样的道理 在Android的程序里头呢 我们到底怎么来 啊 规划设计他的状态呢 那么 很多种角度 我们可以从这个UI的变化 来看他 这是一种 也可以从 背后的对象等等的都可以 那我在这里 我就以这个UI 布局的变化 然后呢 来 设计 他的 状态变化 OK 因为他的状态变化是人已经看得到的 所以呢 大家比较容易 啊 体会得到 所以我就 以这个当 状态来设计 但是不一定 啊 是这样子的 啊 有时候呢 是依照他的内存 啊 的应用 内存的 使用 来设计的 所以呢 我们不要基尼以系统的 比生记来到底有多少状态 不要去想这个事情 而应该问的是 我们应该分为哪些状态 最能够帮助我们 来掌控 来组织这个软件的代码 来达到 这一个控制系统的目标 所以针对上述的问题呢 最简单的答案就是 我们从UI的 Android的这个UI上面的Layout 来 啊 这个找到状态 啊 那 一开始呢 不需要太完美的切入 那我们先 从一个Layout 对应到一个状态 就可以了 来做个练习 逐渐的 你就会更会找到 更适当的状态了哦 所以呢 我们就是一个 找一个简单的规矩 一个Layout 那么 对应 一个状态 OK 对应一个状态 例如呢 MP4的影片 在播放的程序当中 我们 用了三个Layout 一个Layout 就是这个画面的布局 就是一个典型的 List View OK 这是 Item 1 这是Item 2 Item 3 那这个用的就是Adaptor的模式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是用的是Adaptor这个模式 那么接下来呢 第二个Layout 就是我们选了影片之后 那么 它就开始做Loading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Layout 这是一个Layout 所以呢 这就是第2个画面 第2个画面 OK 所以呢 就两个状态了 所以第3个 它就 Loading完毕呢 就开始播放 所以这是播放影片中 这是另外一个状态 然后你按了 Check之后 它就结束了 它就结束了 好 那结束之后呢 就回到 原来的第1个状态 OK 所以因为我们有3个画面 3个Layout 因此呢 我们就给它 找到3个状态 就3个Layout 对应到 3个状态 对应到3个状态 所以一个状态叫Selecting 一个状态叫Loading 这是让我们选影片的 这是下载 载入影片 这个是播放影片 OK 所以呢 第1个动作 这就是 选择 点选 这是点选 这是本身就是一个事件 这是一个Event 这是一个事件 点选了之后 引发呢 它的状态的转移 这个事件 触发了状态的转移到Loading 它就开始Load了 然后Loading呢 在完成的这一刻 Loading完成了 在Loading完成这也是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呢 促使它 转移到Selecting 那进来的时候 这个在这边不停留 直接就下来 就转移到 这个 Playing 就开始播放了 然后在这里呢 你按了一个Stop 的这个 Button 那这是一个事件 要引发它的状态转移 回到 这一个 第1个状态 OK 那这是它的过程 所以呢 在一开始呢 先处于这一个 Select状态 等待你选取一支影片 一旦你选取了 就是点选了 这个事件 就进入了 这一个Loading状态 就开始下载 开始做Loading 下载影片 下载完成 这就是一个事件 这里事件 就进入了Playing状态 开始播放 如果你按了Stop这个事件 它就返回了 就回来了 从上图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应用程序的 在这个 它的生命周期中 共同经历的 三个状态 因此呢 我们可以规划 三个状态的 类别 三个状态的类别 由于这三个状态类别呢 都是关于这个布局的行为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就给它 来继承这个 Activity的抽象类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待会看到 它只要用 Start的 Activity 就可以 做变换了 就可以做变换 这个 Layout的动作了 所以我们 就来看这个图呢 那我们就是 看到 这个有一个抽象的State 它来继承Activity 它也继承它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Activity 因此呢 我们只要用 Start的Activity 就可以 这个AC01 只要 调用Start的Activity 就可以来 转移到这个状态 那这个状态呢 在这个Start Activity 也可以转移到这个状态 然后呢 它这个Loading的时候 完成的时候 也会 回到这个状态 回到这个状态 OK 然后呢 再来它这个状态 它就会 到这个状态 OK 这状态呢 会再回到这个状态 全部 用Start 因为它们四个都是Activity 所以都用StartActivity 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那这是 我给它继承 Activity 的一个 妙用的地方 OK 的原因 让它可以比较简单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 这个代码咯 所以你看 这一个 ActratorState 抽象的类 它是 继承Activity 继承Activity 那这个Raw呢 还有MyAdapter呢 是给ThisView用的 这个是我们 在上个回合呢 有谈到Adapter的地方 有谈到Adapter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给ThisView用的 给ThisView用的 OK OK 好我们现在来看 第1个状态 叫Selecting的状态 这个状态呢 就会 第1个创建一个 ListView 创建一个ListView OK 然后准备这个Raw 可以 准备显示出 那一个ListView 给User呢 来选择 连选影片 那他如果选择呢 第一支影片 那么就 给他影片的名称 给他影片的名称 就是他的ID 然后呢 都调用 同一个 叫做LoadingState 这个class 那都用StartActivity 就可以啦 这里StartActivity 这里StartActivity 就是会来 这一个 启动 这个LoadingState 因为他是 Activity的子类 Activity的子类 然后呢 DownloadingState 做完了 他会 再扣回来 扣到这一个 Activity的 Result 这个地方呢 他就会回到 回来啦 回来之后呢 他就 马上调用 PlayingState 好 这个地方是在讲这里 就是 LoadingState 做完的时候 他会 再回到StateState StatingState StatingState呢 马上就 来到这个 PlaneState 因为Load完毕 马上要来播放 OK 那么这边就 马上来播放 就是在这个地方 LoadingState 完毕之后 他会回来 回来之后 就马上 StartActivity 就Start 这个PlaneState OK 在PlaneState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PlaneState 这个MyService 这部分是给他播放MP4的 就是播放影片的时候要用的 好 那我们来看PlaneState PlaneState呢 首先 就把这个 PlaneState的 这个画面 把它 展现出来 展现出来 还提供一个checkbox 然后 New MyServiceView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里就开始 在 播放这个音乐啦 开始准备 要播放这个音乐啦 这里只是把这个 音乐的 显示的 视窗把它 秀出来而已 把它秀出来而已 OK 好 好 那在这边 如果我们按下一个键 那么他就 这一个 他就finish 就return了 return之后 就回去 回到 刚刚的那个 StartActivity的那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StatingState 就在这个位置 就回去了 OK 就 返回啦 好 那我们就 这个整个 程序的代码啦 就写到这个地方 那Activity 他的重点呢 第一个动作 他只有做一件事情 让整个状态 进入这个StatingState 有没有 好 然后他就会 啊 在那边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的 所以 以上 换例说明的 可以依照需要 而设计 这个 一个系统 或是应用程序 在他生命中 其中 所历经的这个状态 我们来设计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在刚刚的例子 只要是在 弹的并不是程序的代码 而只是在说明 我们可以拿 拿这个 Layout的变换 来对应到 状态的变换 OK 就是 拿这个 UI布局的变换 来对应到 状态的变换 因此呢 我们就很容易 找到状态啦 所以撰写状态 然后呢 这个对应过来之后 撰写状态 来对 去实现 这个 各个状态 内部的 复杂的 这个UI的显示啦 等等的 叫做会变的状态 OK 所以呢 因此呢 发挥的这个state模式的威力 就如从这个 围棋大师吴清人说过呢 围棋应该达成整体 和谐 创新 的一个至高的境界 简单的系 带来的 整体的和谐 这个整体的和谐呢 来自于简单的系 其内含的独特性 带来的 系官的创新 OK 就是 简单的系 带来的整体的和谐 然后呢 这个 在简单的造型里头 有它的 内含的独特性 那么 无限的组合 即多变性 带来的 整体 整体 机关的创新 就是内含的独特性 带来的 啊 细节的创新 那么 无限组合 的这种多变性 带来的 机关的创新 啊 然后一直维持的 整体的和谐 啊 所以简单的系 就是一个 二整体的和谐 三 这个 细关的创新 第四 整体 机关的创新 这种创新能力 啊 就是 应变的能力 就是应变的能力 OK 在生物中处处可见 它的应变机制 这种机制呢 让我们的生物在多变的 环境中 可以稳定的发展 可以求生存 适者生存 Android框架也不例外 在本章所及的两个范例 展现了这个State模式的 简单的系 以及它包容变化的 巨大的潜能 OK 那这个 很多这些 设计的哲理 那这边呢 如果有兴趣 可以继续 这个试听一下 我高老师 所录制的 这一个100个小时的 这个Android的架构设计课程 OK 所以呢 让你在边江城市海岛山区乡下 都能学到最好的 Android架构体系的知识 那么 高老师呢 还录制的18小时 非常珍贵的 一种思考 一种策略思考的视频 也是放在100小时的 线上课程里头 那么 欢迎视听 如果您 不知道在哪里 可以直接 进入到我的 博客 我的博客呢 就可以连接过去 OK 好 谢谢你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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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